在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下 2020年 中国仍如期完成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 中国减贫成就 认为中国的减贫经验 值得借鉴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坚持精准扶贫方略 我觉得这非常正确 中国政府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地区 精细化制定了 各种不同的政策 这些政策甚至会细化到 每一个贫困家庭 用科学的方式 为大家规划好 提高收入的方式 中国之所以能够消除绝对贫困 正是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的各行各业 几乎可以说 每个人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 中国减贫成就是 卓越的历史性的 我认为中国扶贫的成功原因 可以概括为这三点 重视农民 农业和农村 注重创新 投资农村基础设施 连接农民与市场 中国经验非常有意义 让我们明白 消除贫困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它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祝贺中国能够解决贫困问题 泰国将对中国成功经验进行研究 我曾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交流 希望把中国扶贫的成功经验 在泰国运用 泰国的贫困问题 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现在也有扶贫合作 多国人士表示 中国减贫成就得益于中国领导人 将脱贫攻坚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 也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 共同努力的成果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 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极为重要的大事 我认为中国经验 对于其他努力消除贫困的国家来说 是非常有益的 习近平主席呼吁践行多边主义 倡导合作共赢 将人类视为命运共同体 有助于世界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看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 取得举世矚目的成就 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着实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脱贫工作 付出了艰苦努力